星期日的第三場推介 選這場比較觸目 亦是星期日的早球 五點鐘的奧積聯季後賽 這算是最後一輪 亦是實力上比較接近 事實上今季的適離和墨爾本勝利 大家在聯賽上的成績 大家可以看到 分數很接近 聖章和敗章都相當接近 所以名次上來說 確實是二三位 名符其實的第二第三 這場對戰 其實兩隊球的往績 其實都不是稱得十分 哪隊有優勢 稍為適離 無論去冠軍次數或贏球次數 確實比墨爾本勝利更多 但今季上來說 都可以看到 麥爾本勝利 反為兩次勝利 不過主場那次 確實是適離勝利 很有趣 三次對賽 都是踢成2比1比分 今場球有什麼推介呢 2比1 即入球帶 我又不是 今場球的推介 我會傾向選入球勢 當然 入球勢來說 2.5球 1.77 可以接受 進取一些 會不會贏多些 我覺得1.77 這個都可以 為什麽選擇2.5球的勢呢 其實來說 實力接近的球隊 去到今次賽事來說 哪隊贏球 哪隊打季後賽 另一組的勝出 差一個所謂季後賽冠軍 我覺得 其實兩隊球 確實是 剛才都說了 都會有勝負的 表面上的勝利 主場就佔優一點 所以來說 亦都讓個評判 但是你說 把握性來說 其實 我覺得這些球 就好像 踢中決賽 一場過 大家都踢得很小心 不想失球 亦都會是 一場過比賽 哪個入球 哪個得到勝仗的機會 確實比較高 所以來說 你說 會不會踢出大比分呢 我覺得就不像 看來講 今場球 如果能夠半場 都是屬於戶毛紀錄 那種 其實都很大機會 就好像上星期 有場球 都是踢到0比0 要踢加時的 今場球 你說會不會踢到加時 我就不知道 但是來說 我覺得 就算和球 甚至乎入球勢 都比較合理 不應該有那麽大的比分 事實上 近跡來講的勝利 他亦都要踢這個 所謂阿冠杯 成績來說 都不是十分理想的 分別來說 都輸了兩場球 再看回之前來說 其實 他就在主場那次 即是說 奧職的最後一輪 他都贏回了 場面子球 贏了榜首 帕斯光輝 當時來說 其實都是一球到尾 今場球 你說客隊 都是 其實來說 他亦都有 所謂阿冠杯 要踢 剛剛來說 亦都大敗了 當然 今場球 都要做客賽事 我相信 都是小心翼翼去處理 所以來說 我覺得今場球 入球大 小 我會推介小 信心上比較大 推介給大家 入球小 2.5 這格1.77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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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